而曾经说过他才是戴口罩的指标 台北市场柯文哲现在也开始戴口罩了 而且在27号下令 所有第一线的勤务人员都必须要戴上口罩 建议民众也要戴 不过在政策下达的前一天 柯文哲在发腐带时 明明还老神在在的并没有戴口罩 是否疫情出现了变化 让他警觉防疫危机 立刻戴口罩开会呢 对此副市长黄珊珊坦言 因为现在发现武汉肺炎 在潜伏期也具有传染性 戴口罩才能够优先防护 而在第一线的捷运警察队 24号起都有提供给同仁口罩 以及酒精消毒加强防疫 人来人往捷运站 民众几乎口罩戴警警 站在第一线执勤的警察也不例外 会有担心被传染嘛 因为其实这个季节也是会有感冒 不是只有武汉病毒的关系 除了被妥口罩 勤务结束后 还要喷洒酒精消毒双手 加强防疫 武汉肺炎疫情扩散 让密集接触人群的警戒同仁 不敢大意 24号率先备战 如今就连日前还老神在在的 台北市长柯文哲 27号开府内会议时 也戴上了口罩 更下令第一线人员必须戴上口罩 并建议民众也跟进 突然提高警觉 是否疫情出现变化呢 传染性在潜伏期就发生了 那这个传染性的可能不确定性更高 那如果说要等到它发烧再确定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漏洞 防疫措施还包括捷运和公车保持每8小时消毒一次 北市府如临大敌 但卫福部长陈时中 却说政治人物不要挑衅戴口罩原则 否则掀起恐慌 是在呛谁 黄珊珊率先撇清 我们是一个互相合作的 那至于有别人有一些 有一些说法 那个可能我觉得我们市政府并没有这样做 监控疫情掌握状况 黄珊珊这个春节过得比柯P还要忙 记者周景武香三台北采访到